东俏会,作为东京本土最大的黑帮组织,不仅掌控着日本银座等繁华商业地段,更是将手生肖的东欧大陆,随着组织成员的壮大,为了扩展本土的地盘,执政第五代会长的士猪,将名古屋的黑帮元老,抛出了橄榄枝,而这场看似热心洋溢的欢乐盛宴,在新晋保镖组金高眼中,却是长按藏沙梯的鸿门宴,金高是个紧绷的神经,明显与当前分为格格不入,会让秘书大雄,让金高无需卑躬 这里可是东俏会掌控的地盘,周边都是东俏会的人,在这种一呼百应的地方,没人敢再次肆意妄为,可天生对危险信号明淡的金高,却看出了端倪,在握住心来女郎的钱千玉手时,金高便确认了自己的判定,在一番简单的盘问过后,他更加确定了眼前这个女人,绝非泛泛之辈,于是他喜身离喜,眼神是一同半世纲,让其随时做好支援的准备,接着两人上前,在宾客圈里形成合围之事,就在红衣女郎敬酒给会长时,金高出手了,他将 红衣女郎进给会场的酒栏下,随后叫红衣女郎自己喝一口,金高一套严丝合缝的缜密分析,认定该女子并非持中持物,其掌心的老简足以证明,是多连握刀所致,会长时诸觉的金高审查得到,立马命令红衣女郎喝一口杯中酒,以此自证清白,若他心中无鬼,必然无惧影之,而看着虎视眈眈的众人,女人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试图博取同情,但见众人都无动于衷,那狐狸的尾巴自然是藏不住了 红衣闭合的金高和士刚,顺利的扫除了这潜在的威胁,在场的众人无不感叹,要不是会长身边的保镖发现端里,恐怕事情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,而会长身边的保镖,也并非等闲之辈 全赢在此之前,东卓会帮派内部,本旧派系众多明争暗斗,基于会长保镖的人不在少数,因上任会长自信出行,才让人有机可乘,原本因为老会长死后,帮派内部会四分五裂,却没曾想老会长秘书施主,从中脱颖而出,顺利继承会长保镖,动人竟出奇的一致,以这位新会长马首施瞻,自施诸上任之后,东卓会发展得愈加强大,就连警方层面都被他拿捏,不敢轻易插手,更有甚者传言东卓会涉足政界,这般严重 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,让岂岂可危的高层们如坐针毡,于是东京最高层扫黑组,派现前暴力刑警见高,带罪利公卧底东卓会,以此渗透成为石珠身边的保镖,之后便可等待时机成熟,拿回石珠掌握的资料,一举将东卓会连根拔起,然而要成为会长身边的保镖,并非一事,需要通过层层选拔先,在打败一波竞争者后,就得亲自面对会长石珠的考验,只要顺利通过这场考验,就能成为会长的贴身保镖,也就是代 地狱拳的岗位,在身着防弹一倍枪击后,举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继续战斗,直至分出胜负,这种简单粗暴的最终考验,就是为了检验对方,是否能在危机时刻,替会长挡子弹后,还能复得会长周拳,只有具备如此强悍的实力,才能获得地狱拳的称号,最终坚高和士刚,这两名以兄弟相乘的狠人,成功地获得了成为地狱拳的资格,而坚高也是靠着士刚,这个嚣张狂妄的心派黑帮风子,才可以加入东校会,靠着 这一次刻意的邂逅,两人以不打不相识的方式,彼此熟悉认识,而坚高报道的性格,和黄野的士刚算是臭味相投,两人成了一时一有的兄弟,凭借其出色的手段与实力,在为帮派清扫敌对势力的路上,贡献了不少优秀战绩,子弹清除了敌对方的三大元老,为上任于此会掌爆了血仇,但其幕后真凶乔治,依旧是新会长史珠的心头大患,为了彻底缠除掉乔治,史珠才和鸣鼓无黑帮暗中合作, 这场有了开通那场宴会,怎料突然出现了女杀手,中断了这场极乐盛宴,不过会长史珠却饶有兴致,想着亲自盘问对方幕后指使者,本来这种事情不该由会长出面,但史珠却觉得只有内外勾结,才会得到这场宴会的消息,并且他很快从女杀手身上,发现了一些端倪,虽然及时发现了女杀手身上的追攻器,但为时已晚,与此同时,察觉到人员入侵的尖高,立马抽象会长身边守护,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一队帮派派来的一群雨夜屠夫,手持信弹枪,重活力气凶狠一场,要不是尖高纪人伸手矫健,估计也得交代在这里,随即几人在黑夜中,通过地势的熟悉度下手,将敌人杀了得措手不及,中心护主的秘书长大雄,更是神仙士族勇往直前,但却没想到的是,他忽略在一旁而垂死侦察的女杀手,会给他最为致命的一击。 直到最后时刻,大雄依旧想确认会长石珠安全与否,最终,几人拼尽了全力,已是躲过了这场突袭,可东窍会里的元老级的人物大雄,却倒在了这场绝地求生的战斗中,石珠因此失去了他最中心的部下,大雄的死,令他肝肠寸断,久久不能释怀,而这已身后的主不知情,不不让在场的所有人动容。 正所谓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,但对东窍会来说,十年太久,只身朝夕,谁要敢动我的人,我就让他明白,什么叫老虎的屁股摸不得,东窍会元老之一的吐齐,很快就调查清楚,明古无黑帮和敌对头目乔治,早已暗度成仓,从而上演了这场反特为主的红门宴,他立马告知了会长石珠,即刻发起了复仇的夜袭,而这次会长要派遣的,自然是威名远扬的地狱拳小队,还有吐齐亲自带领的隐兽军团,而这一次的快速反击,是将两大 派系统统消灭的绝佳时机,所以只许胜,不许败,普及的野兽军团,率先潜入黑帮窝点,是要拿到对方的衣血,而敌人也想不到,东窍会的报复会来得如此迅猛,精精只用了五分钟,明古无黑帮元老和敌对首脑乔治,就此隐恨西北,这也就意味着,东窍会将成为东京最大的黑帮组织,虽然大患已出,但东窍会也同时一位得力干将,为了悼念一代元老大雄,会长石珠在一场馆内,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,但也是低调 在内部进行,不给外界知晓此事,可一个萝卜一个坑,东窍会秘书长的位置不能空置着,得从内部快速选拔上来,跑题会长是珠宝架货行,每个家族都蠢蠢欲动,想举荐自己家族的人,成为会长身边的第一人,而立下战功的土旗,立马举荐了坚高出任此要职,毕竟坚高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,所以会长也觉得合情合理,不过被为以众人的坚高,不仅是关身一级那么简单,更不用再从事地狱选工作,作为好兄弟的士刚,既为兄弟开心,又 很落寞,毕竟都害怕兄弟过得苦,又怕兄弟开怒虎,但坚高深知,可不止是刚一人烦闷,克里斯作为土习家族的骨干之一,一向自视甚高的他,曾被多位长老举荐过,却没曾想给后来居上的坚高拿下,本就心有不甘的他,反在手下口中得知,曾在街头亲眼目睹了,以为警员和坚高热情的打招呼,本就来历不明的坚高,恨让克里斯怀疑其身份,所以两人之间产生了争执,却万万没想到,是刚这个讲义戏的家伙站出来了,曾经是刚和 克里斯本也是好兄弟,但加在他和坚高之间,士刚果断选择了维护臭味相投的兄弟坚高,看着克里斯一直在针对坚高,士刚觉得对方是利益寻心,想拖见高下水,为此他想着替兄弟两位插刀,解决掉克里斯这个麻烦,才能保证坚高无后顾之忧 疯狂的士刚不管克里斯如何解释,直接将他送入了修罗地狱,不过帮中兄弟自相残杀,可是大计中的大计,笑笑这一幕被帮里的严蜀目睹,严蜀作为帮中的秦道夫,自然要以裁决的手段,直接制裁杀死同门的士刚 此时坚高在看到士刚和斯里克久久未亏,立马有不祥的预感,便出去寻找,顺着一路厮杀的血迹,找到了正和严蜀厮杀的士刚,一步步走向两人的坚高明白,士刚的疯狗病又发作了 只要一发生这种情况,不管对方是谁,都很难从他的口中活下来,而起身后的士刚,想向坚高确认一点,克里斯到底是不是故意污蔑他,这一点,坚高只能甩过到以死之人身上,随即让士刚快点离去,以免被帮会其他人逮到,可话应刚落,帮会里的其他兄弟赶来,是要受任沙东门的疯狗士刚,而身为兄弟的坚高,深知帮派的规矩,只能站在一边冷眼旁观,适合帮中原老和会长,虽然没有为难坚高,别问他士刚的下落,可帮中其他派系的人,却不肯错 试试这个机会,但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,可能太低估了地狱犬出身的坚高,仅仅五秒钟,他就制服了车上的三人和车外一人,可一波未拼一波又起,扫黑组高层老白,再次找到了坚高,这次他修改了原本的指令,要求直接干掉会长士猪,禀拿走其藏里的警方高层的把柄,他就可以完全自由了,对此决定坚高本就疑惑不已,直到老白道出了事情的真相,才知道这惊人的内幕,士猪原来也是警方的卧底,但警方高层怎么也没想到,士猪会倒戒 导戈相向,在他认为有情有义的黑帮中生存,好过跟自私无情的上级打交道,他导戈向了宗窍会后,用手上掌握着许多警方高层的秘密,来制衡警方的行动,这才有了这位知法犯法的新会长,也才会有了整顿出一股心力一样的能力,而害怕这一点的高层,终究是觉得铲除他,也拿回资料更为关键,正在两人交谈之际,一人突然闯了进来,男人正是吐齐的妻子结衣,而他私下里却和坚高走在一起,两人秘密发展成恋人,在任� 和女人之间,他果断的选择了后者,更戏剧性的一幕来了,结衣竟然也是老白的卧底,在这种情况下,坚高才更加觉得危险,因为曾经身为卧底的会长施主,早晚会嗅到内鬼的味道,所以他们得先下手为强,早早摆平这件事,为此他们制定了,针对东窍会从上到下的清除计划,由接应坚高的马沙基老板娘,去处理注重健康的元老吴脸男,而另一边,由卧底结衣,去对付那个一心未邦派的吐齐,与此同时,坚高也利用其秘书长的身份,准� 正面应对会长石珠,可会长身边真正的精英地狱犬,早已按捺不住,他们嗅到了坚高身上散发出的危险信号,眼看对方步步紧逼,坚高也只能提前发难,最终靠着自己藏好的手枪,成功地干掉了两名手无寸铁的地狱犬,既然来到了这一步,石珠也不装了,他将收集到的警方和阵界高层的资料,一一展示给了坚高看,并且告诉他,只要你和我携手合作,那么一切阻碍都会化为乌有,而东窍会除了是日本最大的帮派外,还能呼风唤雨抗风高 所以坚高没必要坐卧底,也能得到真正的自由,可是珠并不了解坚高的过去,他曾经身为巡警之时,就是因为察觉到了危险,但却没能及时制止,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,令心爱之人死于非命,由此化为复仇封狗的他,才会选择以暴制暴的手段对付恶毒,所以要他为虎作伤,成为一名极恶之徒,他属实做不到 最后他们的决战就像一场君子之斗,彼此都没有对着对方抱头,而是像个男人一样,承受子弹带来的痛感 不过最终的结果,依旧是要正义与邪恶之间,决出一个胜利,而坚高也不复所望,完成了他所坚持的正义 但他的好兄弟是刚,可不会让欺骗他的人好过,所以他放来了结义,想让坚高亲自选择下,是要兄弟,还是要女人